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充满了力量感 一看就是经过长时间的刻苦训练 而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 绿幕直出 真实打戏经验四作 诚意的打戏场面全程绿幕直出 每一个动作都集聚力度和爆发力 这种真实的打戏表演在当前内与武侠剧中实属罕见 通常演员们的打戏多靠后期制作 而诚意却坚持亲自上阵 力求每一个动作都做到完美 这种敬业精神和对角色的投入让人感动 也让观众们看到了真正的武侠风采 恒电的独特风景 诚意天天在天上飞来飞去 在恒电拍戏 其他演员大多是拍摄静态大美照或摆动作的小视频 打戏全靠后期制作 只有诚意天天在天上飞来飞去 真打真恋 他的这种努力和坚持 联络人都忍不住赞叹不已 这种真实的打戏表演不仅增加了影片的观赏性 更为内语武侠剧注入了新的活力 张雨昕初见诚意 以为她是真正的武林高手 由于诚意的打戏过于逼真 首次与她合作的演员张雨昕甚至以为诚意真会武功 她说第一次见诚意就觉得她武功高强 这种错觉正是因为诚意在每次拍戏前都会提前进组 与武术老师反复练习 精益求精 诚意为梦想全力以赴 不计较回报 诚意对演戏的热爱和敬业精神让人钦佩 她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拍打戏时走走位 摆摆动作 然后让后期制作完成剩下的部分 但她选择了亲自上阵 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练习 对于她来说 拍戏是她的梦想 她愿意为此付出一切 她说 你对这部戏付出多少 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 她不愿意辜负每一个角色 每一个角色都像她的孩子 她都倾注了全部的爱 莲花楼后的又一丽作 诚意在先武侠热潮 莲花楼作为一匹黑马 去年夏天在观众中掀起了巨大的热潮 尽管当初连爱奇艺官方都不看好 但凭借助诚意和粉丝们的努力 这部剧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莲花楼之前 内娱的武侠剧一度不被看好 好看的武侠剧要追溯到十几年前了 而诚意的出现 重新点燃了观众对武侠剧的希望 诚意的打戏巅峰不断刷新 期待无止境 诚意在莲花楼中展现了惊艳的红丑武剑 而在王权富贵中 又用血液无火箭震撼了观众 如今在富山海中 她的无特效超然打戏再次让人们为之惊叹 每次诚意的打戏都在不断刷新观众的期待 让我们对她的下一步剧充满了无限下想 诚意的热爱与坚持 内娱武侠剧的未来有了希望 正是因为诚意对演戏的热爱和坚持 我们才能看到如此多优秀的作品 内娱的武侠剧在她的带领下 终于有了新的希望 我们期待成一季区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让武侠剧焕发新的生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